今天早上买一点牛肉 我们家中午吃牛肉锅仔 算点牛肉 要多少 60块钱呢 60块钱上价 2326 73 70块钱牛 70块钱牛肉 我拿个那个推骨 这个要少些 这个带个新早 这是多少钱 你看 14块钱 15 70 这个帮我多下 再买些烫菜 蘑菇和大白菜是必不可少的 再买上一点豆腐果 这么多牛肉70块钱能够吃两顿 先给它分成大块 找到牛肉的纤维走向 横着肉的纤维 给它切成厚片 锅中冷水下入牛肉 开大火焯水 等到水完全烧开 血沫全部都浮起来之后呢 我们再给它打干净 这样打完血沫之后呢 牛肉汤就会很轻 没有异味 血沫打干净之后 把牛肉捞出 超过牛肉的原汤 过滤一下 这个汤其实一点都不腥的 留着 一会儿来炖牛肉 牛大骨老板给它结成了好几段 我们取一半就够了 也焯下水 冷水下锅 大火煮开 撇去浮沫 然后捞出备用 介绍一下炖牛肉的香料 有葱姜 八角桂皮香叶 花椒 干辣椒 这个是沙仁 白寇 山奈 半个去了此的草果 小茴香 锅中先炒香葱姜 再下入剩下的香料 炒出香味 加上一勺豆瓣酱 再加上一勺我们安徽的特产 百年辣酱 中小火炒香炒出红油 然后下入牛肉 淋上黄酒 牛肉稍微煸炒一下 再淋入生抽 加入煮牛肉的原汤 在铁锅里面炖时间来不及了 已经快中午11点了 给它转到高压锅中来炖 这样快一些 把牛骨也放进去 再放上盐 鸡精 盖上盖 大火上气之后 转成小火 压上25分钟就可以了 用铁锅炖的话要炖上一个小时 炖牛肉的时间我们把白菜叶撕下来 白菜干再拌成小块 蘑菇撕在小片 锅中倒油 下入白菜干和蘑菇 大火煸炒 加上一点盐 给蔬菜做个底味 一直把白菜和蘑菇的水分炒出来 炒出来之后呢 盛入锅仔底部 用这个炒出的蔬菜汤 掺着牛肉汤会更鲜 这个时候呢 牛肉也炖好了 捞出放入锅仔中 再加上牛肉汤 再加上牛肉汤 撒上青蒜叶 红辣椒和香菜 锅仔周围呢 再放上油豆腐 把酒精炉在架上 一边加热一边吃 这个就是我们安徽人 天等的时候最爽的吃法的 好了 我们去开饭了 我往前面退退 舍不能碰到这个锅 锅好汤呢 尝尝什么吧那个 我真想当大了 你一带把锅子带饭呢 就熄个火 这个可以送里面的锅子 可爱 你不吃了 你吃了 你不吃了 你不吃了 他不敢吃了 我把锅子切给他 谢谢你 我把锅子切给他 吃了 妈妈这还没动呢 我塞 你吃了 慢着就吃这个长肚子 奶奶就 你外婆就搞得给我吃长肚子 好吃吗 然后这个锅子就没有夹质了 绝对牙不熟 好 上菜好了 来 加上水 放上菜 你再加上菜 放开了 一烤就花了 好 加鱼 那跟这个锅 锅好吃 你吃的东西喜欢动手吗 你想吃烧菜吧 嗯 烧菜做完也要改进去 如果你的天天都爽 然后还觉得很有兴趣 要说明你是真的喜欢吃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 我要是有些什么比较好的食材 我还是挺喜欢折腾的 再给我们搞点新东西成长 要吧 我可以乱烧 你可以乱烧 对 烧烧就行是吧 拿一个盐 拿一个酒 然后再拿一个油 然后倒入里面 搅拌搅拌 对然后就好了 就熟了 对 阿布都不吃了 那就是我新做的科学汤 科学汤 科学汤 科学配方 往前退 往前退 这个放 往前退 你这里面有个好红 我们的锅里面好红 不辣吗 这里面有好多蘑菇 跟白菜炒的水 不管能撞下了吗 不行 我还用盆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汁上面还有很多筋 吃蛋 这怎么吃呢 不太好拿出来 好烫 好烫 还有烫 你加油 我们两个蘸水 都要走下来 哈哈哈哈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吃呢 因为 因为我们在保护鸡群 哈哈哈哈 我还你说因为好吃 好烫 看 保护鸡群怎么也扯到边 那保护鸡群就是布朗培亚 天哪 你这个螺子 好烫